今天在我身邊的重量級嘉賓 我很驕傲 代表健康蛋驕傲 身邊是香港貿法局副總裁張淑芬 多謝Sophia 多謝蛋哥 這位是美與健生活博覽項目經理 馮佩珊 你好 為何有兩位這麼重量的嘉賓在我身邊 話說突然在兩三個月前 我的同事就告訴我 我聽說貿法局打螺地找健康蛋 終於我知道美與健生活博覽 想找健康蛋一起合作 聽到簡直開心得不得了 我要先公開多謝你們的邀請 我也想了解一下 是甚麼來的呢 各位觀眾 我想你們比我熟悉 但最好我當然請Sophia來 親自和我們講講 美與健生活博覽是怎樣的活動 我們請Sophia先講 好 首先要多謝蛋哥 因為秋時間邀請我們 一起和大家分享一下 美與健生活博覽是怎樣的 亦有機會邀請到健康蛋平台 來參加美與健生活博覽 都是我們的榮幸 我們剛才在暑假期間 我們在暑假期間 搞很多和市民生活有很多關係的活動 例如7月份 我們搞完了一個香港書展 也有一個零食博覽等等 8月來著 就是重點想搞美與健生活博覽 同期還有兩個展覽 一個是美食博覽 另一個是家電家居博覽 如果容許我講一點歷史 就是原來90年代的時候 我們已經開始搞香港書展和美食博覽 因為這兩個展覽都搞得很好 亦有很多市民朋友很支持 所以令到我們 你都有入場 連連支持孫子 多謝蛋哥 真是很有墨水 亦有文化的人 我們就想到 這個這麼好的平台 不如加多些不同的產品給他 我們2014年 就加了這個家電家居博覽 同期舉行 另外16年 就加了這個美與健生活博覽 而今年我們還有 同期兩個是貿易展 一個是美食博覽的貿易展覽 和一個是國際的茶展 和美食博覽的貿易展 這兩個貿易展要買家登記 一個是國際茶展 和美食博覽的貿易展 不過他們在第三天 即是星期六 都會開放給工作人士 所以如果工作人士 拿著一張票在星期六過來 就可以看到五個展覽 希望大家留意 8月17日至21日 沒錯 五日 一連五日 來到這裏 我真是坦剔地 挾挾地 收地地問 為何要找健康彈 真是很感謝你們 帶我去看一個大世界 因為現在是一個 謀法局的一個 整個CC 由頭到尾 整個展場很大 我們真是 劉魯魯入大官員 我在這裏幻想 我一定很興奮 但我都想知道 其實 為何要找健康彈 你又不要那麼謙虛 彈哥 因為你那個 我們告訴你 那個品牌 其實大家都很支持 亦都很欣賞 因為看到彈哥 我自己 都是你早年 做DJ時的粉絲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是金牌主持 無論是台前幕後 也是 另外 近年 也看到你很專注 在追求健康生活方面 擺了很多心機和時間 幫大家尋求一些 如何能夠活得健康 以及如何令自己 有一個優質的健康生活 所以健康彈的平台 據我所知 短短的時間裏面 你都累積了 接近50萬個粉絲 所以我覺得這個平台 真的很有影響力 我覺得是我們的榮幸 可以邀請到彈哥和健康彈 來參加我們美娛健的生活博覽 反而想問彈哥 今次8月份 你來參加的時候 你會帶些什麼訊息和產品 會在我們展示呢 這樣嗎 對不起 我開始說話了 是啊 你要說話給我聽 健康彈很少人訪問我 你們真是不幸 我怕我停不住 首先我想說 真是很感謝大家 對於健康彈這個平台 大家的關注 我經常都說健康不是第一 健康是唯一 你一定有健康 而我都會覺得健康這件事 或者健康彈這個效果 慢慢慢慢的三四年 三年之後到現在 我開始發現它真的有一個 挺有趣的功效 第一就是三五四七的朋友 都會走過來說 我麻煩你 因為我在健康彈看到 一些關我事的事情 我去找那位醫生 然後他很能幫到我 這幾年慢慢存下來 我會這樣說 第二就是 大家也變成好朋友 我的partner 我在這裏介紹的很多partner 經常出現的 也成為健康彈的朋友 所以你一叫到美與健身 會博覽 我就立刻打電話 找我的partner 好朋友 做夥伴 因為他們 每個健康彈的觀眾 都很想見一下 親身見一下我們的partner 因為他們 我的partner有湯水 有很健康的月餅 然後也很想親自見 李教授 很多人在我們身邊 很幫我們 很支持我們 到時有很多健康的資訊 亦都因為 剛才說 我其實是做演藝製作出身 所以我經常被人笑 看看我們的 booth 你拿幾個 booth來 不是賣東西 建了一個台 做甚麼 但是我們會覺得 這樣我們會覺得 整件事好像好玩些 好似多些健康彈的東西 所以這次很感謝 我很期待我的合作夥伴 和美與健的生活博覽 可以分析到很漂亮 加一個新意 然後我又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你真的謙虛 我覺得蛋哥 你參與 會令到我們生息不少 還有帶很多 我們對健康生活有追求的朋友 都可以來我們現場 一起去分享一下 你亦都令我想起 美與健身的博覽 就是那個 partnership 大家合作夥伴 剛才你說健康彈平台 其實很多合作夥伴 會很支持你們 一起出現在我們的展區 我們這個博覽也得到 有七個香港關於美容 美法和健身協會的支持 其中一個協會 還有很多是香港製造的 美容護膚產品 其他協會也有很多 入口了很多優質的 海外和不同國家地區的 一些產品和大家分享 我相信有你的加入 一定是令我們如虎添翼 更加多東西看 我試試問問Vangel 好 因為你是負責美與健身博覽 是項目經理 今次美與健的展品類別 有甚麼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當然 其實美與健身博覽 有很多優質的產品 巴羅萬有 其中有三大主要的產品 有美銀 健美和適應的產品 但我知道既然有這麼多餐展商 每一年我也有去 我會看到你們有很多 一些環節排到滿滿 很多活動 我們走完買完 可以去聽聽 而今年又沒有 其實大會除了有很多優質產品之外 大會也準備了很多活動 例如有心靈會主辦的一場名為 精神健康之入門 有專家分享如何教我們 去注重自己的精神健康 這是很重要的 現在我們很兼顧 另外也有中國香港健美健身總會 有一場就是健美金像獎 前線公開賽的瑜伽 到時有一班男女運動員 會展示一個很美態的肌肉和力量 另外我們的美容業總會 也會請來美容專家 Mr.Edmond Wong 來分享他的化妝技巧 以及他會示範秋冬的容妝示範 其他活動都包括日式美甲 還有我們有些主題是關於健康減肥 和營養瘦身的主題項目 其實精彩節目真的很多 另外還有一些美食博覽節目 我想就等待Sophia介紹一下吧 美食博覽也有一些講座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升級大廚 來到現場做烹飪的示範 我們今年有18個名廚 會去到現場 包括很多我們平時都有去的食肆 或者我們想去的食肆 一些行政總廚都會過來 包括有富林飯店的亞一鮑魚 包括紅棉 包括有廉村居 包括有廉村居 還有大家有沒有去到 成Gregis酒店裡面 有間潤的餐廳 還有穴 在時代廣場 他們都有一些行政總廚過來 做這個示範 另外還有一間 就是Clarence的創辦人 Olivia Elsa都會親自過來 除此之外 我們都有和政府方面 就是環境生態局 現在改名的環境生態局 以及在降低食物中的 小鹽小糖委員會 以及食安中心 我一直都有合作去搞一些講座 而其中 會在我們美食博覽的第一天 就是8月17日星期四 會有幾位名廚 都會示範一些小鹽小糖的食譜 令大家可以學習一下 吃得健康一點 不要加那麼多糖 加那麼多鹽 一樣好美味 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和資深的傳媒人 陳彤安先生 即安哥 都會在我們8月19日星期六 都會舉辦一個與名廚對話 有三個行政總廚 是來自吳堤港酒店 九龍酒店和紅棉 都分享一下他們怎樣去 煮一些好的菜式 特別是怎樣去挑選一些食材 那個秘訣在哪裡 都會一起來 希望大家多些來聽聽 你那些名廚做完的試食 叫你留給我 你真的說得對嗎 因為經過疫情三年 大家在現場 過去幾年都沒有試食 但今年的美食博覽 是絕對可以現場試食 所以預留分別的感覺 聽到也很漂亮 但今年我作為一個 是否叫參展商 是嗎 是呀 合作火拳 但今年之前 我和我老婆去過 其實都是以入場觀眾 我記得我老婆 手裡面有這麼厚 這麼大膽 是呀 那些QPON 是呀 嘩 我看到真是送到 只是這個都已經 一張張去到哪裡 就有優惠 是呀 有些優惠 我想問一下 今年有些什麼優惠 大家除了購物之外 記住 我們每天都有一個 多買多想幸運大抽獎 我們有很多豐富的禮品 當中包括 酒店住宿 自助餐禮券 各種美食 還有護膚品 家庭用品 還有健美用品 還有健身課程等等 以及以往我們有一個 很受歡迎的環節 就是鏡頭精明眼 有很多人來 就會看著 有一些用心水的價錢 去鏡頭自己心而喜歡的產品 另外大會也會繼續有8月的食住買網頁 讓大家追貼我們最新的好處情報 有這麼多因為和活動 記住大家早點來買票 我們的門票在8月3日會正式發售 電子門票可以透過我們門票的夥伴 Alipay Hong Kong 內地支付寶手機應用程式 和01空間電子門票的銷售平台 和全線71 和CircleK便利店 和八達通手機應用程式 都可以買得到 還有蛋哥 我要提醒大家 家庭的朋友 或者看這個節目的朋友 就是我們還有兩個優惠很重要 我們有一個日間優惠票 和晚間優惠票 記住了 日子就是 8月17日至21日 是的 健康蛋也會 我們自己有一個健康蛋的交易會 大家交易健康 希望大家帶著很多健康 滿載而歸 因為我們說美語健 當然是又漂亮又健康 希望到時我們可以一起 大家分享美語健的生活博覽 多謝兩位 多謝蛋哥 我們8月17日到21日日見 多謝大家 香港貿法局美語健生活博覽 和健康蛋合辦的健康蛋交易會 所以將會在8月17日到21日會 在灣仔會指會發生 這件事 當然我希望為健康蛋的觀眾 爭取福利 我現在爭取到 即是一個有限量的入場券 免費 怎樣免費 有兩個方法 我想拖我老婆去 請你WhatsApp來25156868 你寫著我要健康蛋交易會入場券 兩張 你的名字 你的地址 如果你上去健康蛋Eggoland的網店 買任何東西 從今天開始 我們會送四張給你 即是你去健康蛋網站 買任何東西 一件貨品都好 我們都會送四張 而且我們都會連貨品 一起寄給你 我只是希望你們來 總之我希望你們來 因為怎樣希望你們來 很久沒見 第一 第二就是我私底下 為自己健康蛋慶祝 我快要有50萬了 我有50萬的訂戶 於是我就膽粗粗 跟我們的partner說 我每天由8月17日到21日 在會展我們健康蛋交易會 每天我會派2千封利是出來 然後每一天我都會有一封 一千元的利是 在8月17日到21日的這五天 在會展的健康蛋交易會 我們會和香港謀法國的美與健 生活博覽大家合作 到時你會見到我們很多健康蛋 經常見到的好朋友 我們可以見面 總之就很開心 將健康滿載而歸 天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